安静的环境中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正所谓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哈哈 爹地早就和我串通好了 小蒲儿 这里面有一颗桂圆 你要把它找出来 但是你只能翻一次哦 嗯 看似只有三个帽子 但是爹地那么狡猾 所以一定在这里 不愧是蒲儿宝宝 真聪明 嘿嘿 爹地你没发现吗 我的鼻子也很长啊 老大 我鼻子短 没事 我照着你 把猫咪放成这样一个姿势 它们就会和自己的尾巴干起来 今天我要捉弄一下家里的两个小宝贝 首先推出西瓜 然后把自己尝尝好 爹地你 接下来就是对付小蒲儿 咦 这里怎么有个大西瓜 老大 你要小心爹地 爹地 你躲在被窝里干嘛 外面有个习惯 这样的爹地心累 呀呼 宝贝 爹地下班咯 看爹地给你带了大苹果 快点出来吃夜宵啦 老大 快点出来 我们一起吃夜宵 小蒲儿 这个苹果有点大 你吃完我还要吃呢 所以你只能对这一个地方咬 好的 爹地 阿发 你的猫梁来咯 陪小蒲儿一起吃 可是我想和老大一起吃苹果 你们俩还真要好 小蒲儿来 该回窝里睡觉了 好的吧 阿发 晚安 爹地 晚安 宝贝 今天开学第一天 累着了吧 早点休息咯 娃娃果 娃娃兵 金发蓝眼睛 小蒲儿宝宝 你也该睡觉了哦 娃娃果 娃娃兵 金发蓝眼睛 小蒲儿 明天就要开学了 你已经是三年级的学生 不能像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么调皮咯 那阿发怎么办 也送去读书 可我才四个月大 陪我一起 娃娃兵